欢迎收看中国在线 我是林善宇 电影《失姑原刑》 国光堂的儿子被拐案一审宣判 被告夫妇吉罪成 判处死换 他当庭提出上诉 国光堂亦不满判决 他的代理律师 有意提出抗诉程序 柳出南报道 光堂两岁的儿子国深圳 在1997年被人在家门口抱走 在之后二十几年 他为了找回儿子 骑行五十几万公里 2015年上映的电影《失姑》 就是以他的故事为难本 他曾经在庭审的时候表示 找回的过程力尽艰辛 公安在2021年 凭旧相同最新的比对技术 在寒南找回国深圳 同时拘捕拐大他的夫妇吉 同堂立下 有线新闻楼卓南报道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 鼓励各单位安排员工 在农历年三十放大新年假 内地六间证券 期货交易所随即响应 宣布当日休市 认真与报道 为了迎接农历新年 这个重要传统节日 中国人过年前都要做很多准备 例如行花市 年28洗辣铁 年30就要一家人吃团年饭 一起过年关 国务院早前公布 2024年节假日的安排 其中春节年假是由2月10号 到2月17号 连同2月18号是周日 合共9日假期 但与往年不同 大随值未被纳入年假当中 意味着打工仔想要过随值 需要自行请假 消息一出 随值引发坊间争议 不少网民表明不可以接受 在争议声中 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了关于做好2024年 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再次鼓励各企业单位 要结合大新年假等制度 安排职工在随值休息 通知发出后 位于北京、上海和广东的 六间证券期货交易所 宣布将于明年2月9日 随值日休市 被认为起到带头作用 中国证监会禁止 当日休市符合政策道向 顺应了市场呼声 无论如何 年30并非法定假期 已成定局 市民都只能接受 内地不少餐馆团年饭的预订 早已爆满 有评论认为 年30不放假 打工仔放工之后 没时间煮团年饭 间接大忘了市道 有线新闻 迎震宇报导 内地网购平台淘宝 修改规则 容许消费者在符合条件下 不退货快速退款 淘宝官网日前发布公事通知 说为了维护市场秩序 更好解决交易过程中的纠纷 修改增议处理规则中的细则 与其他电商退款规则不同 淘宝会运用大数据 通过卖家店铺品质指标 商品质量讯息和消费者诚信 来判断是否支持快速退款 至于店家 未经消费者同意就发货 消费者未收货或者拒收商品 淘宝将会支持退款 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和风险 要由店家承担 此外 标明7天无理由退货 或者经淘宝判断支持拒收的商品 买家成功拒收之后 淘宝也会支持退款 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 落实推动社保卡跨省通用 三省市日前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推动一卡通建设协同立法规划 建立数据共用共享系统 加快实现三地社保卡跨省通用 在政务服务、社会保障、交通出行 以至文化、旅游、医疗等领域通用共享 目前经中期区域的社保卡 持卡人数达到1亿1千5百万人 领用电子社保卡人数也达到8千5百多万 覆盖7成4常住人口 乘入冬季不少人都会去旅行滑雪 有研究报告预计 今年内地冰雪产业规模将会达到8千9百亿人民币 为了把握环境优势 黑龙江政府推出百多项冰雪活动 吸引旅客 何心言报道 在黑龙江这几个滑雪场 入冬之后 不少人都带着一家大小来滑雪 感受冬日气氛 最大的特点我觉得就是雪道比较多 然后渴玩性比较大 然后也有树林 也有这种野外的野雪道 都可以玩 挺好玩 因为我们是南方人 体会了一下感觉还挺刺激 黑龙江政府把握冰雪资源优势 由11月到春年2月 推出百多项冰雪活动 将黑龙江打造成冰雪度假性地 由上个月9号到今个月24号 这里的滑雪场接待了25万人次旅客 单日最多有11000人到访 远超上年同期 连带周边的酒店餐饮业都非常旺长 从空间格局上看 南下碧寒 北上冰雪将会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冬季旅游的新趋势 我们预测2023到2024冰雪季 会有4亿人上冰雪 除了滑雪场 运动装备的销量都明显上升 有网救平台说 相关产品销量最高增长三倍 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说 越来越多人会在放假时选择冰雪旅游 预计今年内地冰雪产业规模 将会达到8900亿人民币 到2025年更加可能达到1万亿 占体育产业总值的五分之一 有线新闻 何新闻报道 广州市设立首间磁线超市示范点 除了给生活有困难的人 可以凭证领取衣服等物资 超市里面也有二卖区 同时会组织义工活动 负责人说 希望将超市打造成一个全面的磁线地点 这间是广州市民政局和广州磁线会等 在越秀区设立的第一间磁线超市示范点 在磁线超市里面设置了 发放、义卖、义工服务等等五个区域 在发放区域主要是接收个人和企业捐赠的物资 去帮助贫困社群 凡持有广州困难群众贫症的市民 一年里面可以免费在慈善超市 领取不超过20件衣物或者生活用品 在燃卖区域货解上放着由社会捐赠出来的 民藏和生活用品或者福利院儿童制作的 全株装饰工艺等产品 民众可以数码了解物品所对应的磁线项目 再决定买不买 磁线超市还会定期推出义工活动 鼓励大众加入义工行列 当局表示今年以来推出了磁线超市示范点实施方案 和磁线超市设施和服务指引 希望可以令磁线超市专业化、规范化和系统化发展 有线新闻 余思南报导 MING PAOLE yaa